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Lan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位 粤剧蓝花蛋的演艺人生 他就是肖丽章 肖丽章生于1879年 出于1968年 至于他出生的月份和日子 就无从契考 肖丽章活跃于20世纪 30年代的著名 蓝花蛋 原名叫做古錦敏 又叫做荆章 他的直观是广东佛山的 古牢龙溪香 他代表作 就有罗通素北 和从台别等等 肖丽章幼年 家里很穷 靠他的妈妈 做一些针线 一些职麻 赚取生活所需 赚丽章生得很英俊敏惠 而且很大 恐武有力 他入读诗属 读了两年书 也有少认识字 但是为了加计 他就很小 一早就出来做荣工 他初初出来的时候 就去到古牢围的码头 做挑夫 挑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见的苦力 或者叫菇力 当时古牢围的经济 相当之好 非常繁荣 商股云集 而且那里人口相当之多 古牢围的粮食 通常都是由外地运来供应的 围上的米铺 多数都有自己的运输船 他们俗称这些运输船 叫做米艇 赵丽 赵丽章就是在这些 米艇上 做搬运的工作 在众多的挑夫之中 赵丽章就特别受到老板的体重 为什么呢 因为赵丽章力大 特别可以背得重 这种东西 而且他人又相当老承持重 老板就非常看得起他 让他在艇上食宿 帮忙看着艇 赵丽章在艇上工作住宿 工作之余 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 他有空就喜欢跟人家一起 亨记个粤曲 或者唱唱木鱼 蓝音来到智语 他的声音 就相当之越木 唱起歌上来 他那些同伴 一起做苦力的人都相当喜欢听他唱歌 那时古鲁围是比较富庶的地方 人又多而且做生意经商 人都生活相当安定 有钱 因此经常请一些外地戏班 来到古鲁围来演出 那些戏班通常就是坐一些砖船来 即是我们俗称的红船 这些红船就会运一些戏子、老冠 演出的道具、戏服、所有行李 全部都在红船那里一次运来 有一次有手红船 就刚刚拍正在赵丽章 做事的那手米艇的旁边 即是刚刚拍正他的艇旁边 由于赵丽章经常 没有事做无聊的时候就唱歌自如 有一次刚刚就被隔离红船 某一位老官 至于哪位老官就考究不了 这位老官听了赵丽章唱歌之后 就觉得相当惊奇 为何隔离 隔离米艇 这位老官就认定这个人是做灵人的素材 很有潜质 而且他又看到他身材相当高挑 微青木兽 动作又相当机灵 于是乎这位老官 邀请了赵丽章 过船就跟他聊天 在谈谈之间 这位老官也发觉赵丽章 这个人很聪明 对于一些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很强 跟着他就叫赵丽章唱一段新的戏文给他听 赵丽章 随口上康就已经唱到这首歌了 而且动作和步伐也不有条不纯 相当之好 这个老官就相当之开心 他觉得自己发掘到一个良才出来 内心非常高兴 于是他就跟赵丽章的母亲 马上要求赵丽章带她去见她的母亲 跟她的母亲合相 征得她母亲的同意 就收了赵丽章为徒弟 从此之后 赵丽章 就不再在米艇工作了 就跳出了苦力圈 就由在米艇工作 就转为去了红船工作了 所以 赵丽章也是经过一个 跑龙套 正派出身的红富仔 今天跟大家分享赵丽章的演艺生平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停一停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 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安与阿铃频道 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 赵丽章的演艺人生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